Yo 英文一開關英語真簡單的大老師Michael 今天我們要在多譯閱讀的部分來搶分啦 很多台灣人在寫多譯的時候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閱讀測驗會寫不完 寫不完很簡單嘛 就代表你的題型不夠熟悉 你的解題技巧差了這麼一點點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再講 在不提升實力英文程度都維持一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可以再多搶個百分之二三十的分數 那我們今天的搶分是針對閱讀的部分 分別會在part 5、part 6以及part 7提供兩個訣竅給大家 讓你在準備多位的時候少走冤枉路 並且可以比這次考的才更好吧 500分就變600分 600分就變720 720就變8006 金色證書GET 如果你想要得到我們的英文筆記的話 那怎麼樣呢 只要加入我們的LINE App 填個這個email就會定期送給你了 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開始我們的 多一閱測搶分技巧吧 好首先呢 就是我們的part 5 我覺得大家以前 不論是可能是高中讀書或怎麼樣 都會有一個觀念 就是文法題的比重很重 所以會花很多時間在被文法身上 我告訴你都不用 part 5的文法都超級簡單 大概的簡單程度呢 就是國中程度的 所以你多一呢 如果你要在文法裡面搶分 你只要背以下三個東西就可以了 第一個 所謂的實態 可以看到有一個地方叫做Wale Heater 所以重點就是這題在考未來式 那只不過這裡有個陷阱叫做When 那我們看到When的話呢 給你一個訣竅 就是要選現在式代替未來式 所以我們這裡就選最單純的 現在式叫做Arrives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個呢 叫做進階語態 進階語態的部分 就會有所謂的完成進行式 比如說have been 後面加上ing 例如說呢 在等待我的真命天女的出現 就會說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my Mrs. Wright 來以下開放真有吼 公開真有真起來 那之後呢 我就可以上演分手的一台了 讓我的頻道更加的多元 謝謝大家 那最後一個呢 哇其實是最簡單的 就是你的主動跟被動 一定要分得清楚 人送email email是被送出去被發出去的 所以這四個選項裡面 唯一有用到任何被動語態的 其實只有租 叫做Well be sent 其他沒有一個是被動 所以答案直接租出來的 連現在式 過去式還是未來式都不用看 只要看語態就好了 把最基本的三大概念三大重點 掌握即可在第五部分搶分 Part5的第二個技巧 要熟悉所謂的同意詞 怎麼說呢 同意詞出現的時候 就代表兩個都不能選 因為多一是單選題 謝謝 所以你可以用同意詞呢 快速的刪掉非常非常多的答案 像是 Although 儘管 雖然但是呢 如果你看到 Although 看到 Low 看到 Even Low的話 都刪掉 都不能選 因為他們的中文詞都會叫做 儘管 雖然或是 但是 所以以上就是Part5的兩個技巧 三大文法重疊 以及快速刪去法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 Part6的搶分技巧 Part6的第一個搶分技巧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些題目一次看不出來 請你直接猜 像是你有沒有看到 135到138題 135 137加138 這三個全部加起來都沒有 136的一個選項的單字多 或是差不多多 那這種題目你還要做嗎 不用 直接跳掉 因為每一題的分數都一樣嘛 當然是要做其他三題啊 那如果你說好 我的程度很好 現在就要教你的 就是Part6的第二個技巧 就是你只要看他的後面的那一句 大概就可以猜出他的答案叫什麼了 因為那一句話呢 那個WACOM的那一句話呢 通常他都會銜接到下一句話 跟下一句話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們看下一句叫做什麼呢 叫做I recently graduated from Sander University 所以你在介紹你的學經歷嘛 所以前一句一定是跟 我的學經歷超級符合 我學經歷超級重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仔細看 這有A選項是類似的意思 He and I both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skills and experience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對不對 我的學經歷就是最符合你這個職位的 所以答案就是A 這就是要告訴你Part6的技巧 第一個程度不夠好 直接放棄 那個四個句子的那個提心 第二個自認為程度夠好 閱讀速度夠快的話 沒有問題 你就把上一句跟下一句看完 把那一句放進去 你就可以知道能不能選那個選項了 好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Part7的大家的大魔王多篇閱讀的 兩個技巧 第一個是什麼呢 請你去判斷那個提心 需要看三個文章 還是看兩個文章 還是看一個文章就好 你就把它分成兩個 一題跟一題之外的 全世界的男人只有我和我之外的 我就這麼Side Side Side 全世界只有我和我之外的男人 所以Part7只有一題跟一題之外的 那你著重搶分是什麼 就搶一題了 好那接下來你會說 那要什麼二分法呢 這就是什麼呢 我要教你的第二個訣竅了 來看到哪一些關鍵字 你就可以直接判斷 它就是一題的 把它先趕快搞定 甚至呢 還有一個很賤的招數 它只要看一句話就可以達到了 你可以看到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web page 那你看這三篇 只有第二篇是網頁嘛 那所以你只要把第二篇看完 就可以得出答案就是 A 所以只要看一篇就夠了 The word recognize in paragraph one line six 所以你只要看第一篇的第一段 那第六行你就可以得出答案了 答案就是 豬 所以呢這就是Part7的兩個技巧 先一分法判斷是一題的 還是要多題的 那第二個呢 它一題的話 有哪一些關鍵字你就知道 它就是代表說你只要看一題 甚至兩句話或一句話就可以搶分的 希望呢 用了這三個訣竅之後呢 在做閱讀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去搶容易搶到的分數 從原本的700分直接拿到金色真書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老樣子吧 這個大家有看youtube都知道 也歡迎呢 追蹤我的其他的社群媒體 來得到帥哥我的最新消息 全世界只有我和我之外的男人 因為一開罐 英語真簡單 下次見